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晴天 不知天上宫阙 今夕是何年 这个世界上 中国人在生命的深处 有一种和天上的 十分自然的联系 这种联系和宗教式的 虔诚和敬畏还不完全一样 它起于自然 并由文化做载体 在幽幽岁月中 一点一点 浸润到国人的生命中去 在昊月当空 银色的光芒 把繁花洗净的时候 那些失忆的才子 忙碌的商人 疲惫的农夫 得意的官场中人 在不经意间 举目望去 皎洁的月光 正从深黑的苍穹 温柔的倾泻 它款款流入人的心中 抚平喜怒哀乐的皱褶 并在一瞬间 连通一种从骨到尖 绵延不断的宁密 随之而来的 是那一声古老的情谈 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要到哪里去 这一声叹息 历经斗转星移 沧桑岁月 终于飘到了 同在月下 仰望苍穹的 你我他之间 然而 谁也没有想到 不在青灯古坡旁 也不在尘中暮舞间 就在滚滚红尘的深处里 有人终于听到了 那一声对生命久远期盼的回应 这是怎样的回应呢 当我们走过艰难岁月 默然回首之时 会发现 它所蕴含的 我们永远无法完全了解的 比苍穹更深远的智慧 比苍穹更宏大的慈悲 它就是亘古以来 第一次开启的 生命真正得度的 真实过程 对于未来的人来说 这段历史将是他们 代代相传的神话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我们的故事 从这个时代的中国开始讲起 它离月下起舞的苏世 已经有千年之遥 当月色隐去 朝阳喷波而出的时候 此时的人们在忙碌些什么呢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 这是很多中国人 每天早上在公园里看到的景象 人们练的是十几年来 骤然在中国大地上 开始风行的气功 气功的出现 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神奇 虽然大多数人 对它的源头支支甚少 但是 气功能治病 连气功能出特异功能 却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 也是看到一些很神奇的表演 气功表演之类的 很神奇的东西 什么轻功表演 柴火柴盒 什么电灯炮 那个二百八公斤 两个手拿了一点事没有 那种世界 那种神奇的表演 我们也都看过 而且很多也都听得 听得就更神奇了 这位叶太太 和当时大多数练气功的人一样 除了对特异功能感到神奇之外 还是多年的老病号 为了治病 叶太太练了很多种气功 据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统计 到1992年为止 全国有气功功派 2400多种 练气功的人超过了1亿 而中国气功研究会 所在地北京 就成了全国的气功活动中心 从1986年开始 北京开始定期举办气功奖座 叶太太和她的先生 当年在中国公安部任职的叶浩先生 成了气功学习班的常客 北京中国科学研究会 中国科学气功研究会 它那个举办的是双周讲座 双周讲座呢 这二次的礼拜天 它必须都是游客 那么我们都买长期课的 长期票的 就是一买就是半年的票 北京还有一个北京气功科学研究会 它呢 办了个单周讲座 就是说三五 这一三它办 一三那礼拜天它办 那么我们有时候感兴趣呢 到那边还可以听 差不多每个礼拜天都这么忙的 叶浩对气功的研究 比叶太太更深入 她接触气功的态度也非常谨慎 作为一九五九年 从清华大学电子系毕业的知识分子 气功中的种种神奇现象 强烈地重击着她的无神论思想 叶浩决定 要通过自己的研究来弄明白 气功到底是不是封建迷信 人为什么可以出特异功能 我研究气功呢 就从宇宙学 天文学 系统学 控制论进行 所有的天文地理 地质 都种 我从所有的科学体系里来证明 有这么一个人类科学 生命科学的一些 更伟大的人类在 但是科学解决不了 当叶先生在北京图书馆 好守穷精研究气功的时候 千里之外 安徽合肥的一些年轻学子 此时也和他发出了相同的感叹 安徽合肥是中国顶尖学府 中国科技大学的所在地 当时在中科大读生物系的 思扬参加了著名科学家 钱学森组织的对气功的研究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而当那有关去 它是什么 确实有什么 在课程中 上一户 中文字幕包长 尔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前学森教授称气功为为向科学 所谓为向就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意思 尽管如此 在北京图书馆里埋头苦读的夜号 和在中科大用科学方法研究特异功能的私养 最后都发现气功的源头指向了中国渊源流长的佛道两家修炼 我可以简单专的图书馆看到的看大战争 我就有这个工作方面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各种经书 所以我这学完以后我说中国真有修炼 这根据太多了 所以是什么回事 这都知道 在终于了解到了气功的源头就是修炼之后 夜号夫妇是非常激动的 如果佛道神存在 人的生命是永恒的 有那个轮回问题 轮回假如是真的话 那我们人必须得修炼 对吧 我们得让我们的生命处于圣洁啊 对吧 你不能在一个 不能让自己的生命 就是处于很低层吧 但是随之而来 他们发现自己又面临着一个更复杂的问题 那就是到底如何去修炼 哪里有真正的师父 所以中国的所有的文派我们都学过 而且都是实现过 但是它就有问题 所有人他不敢回答超过治病的问题 另外空间问题不讲 另外的生命形式不讲 为什么不讲 气功到底怎么回事不讲 什么都不讲 所以我们听来听去 听来听去就是怎么也是解不开我们脑子里的问题 所以后来都有点失望了 不是气功这个就这么回事了 那听来听去听不到东西 对吧 我解不开我们的问题 而同样因为研究气功 而开始洗炼气功的饲养 也面临着解不开的困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们的人生经历和心态各不相同 但是气功的出现 给他们提供了一个重新思考很多问题的机会 有些人固有的观念受到很大的冲击 有些人的世界观因此而改变 还有些人觉得自己的面前打开了一扇门 它将通向一个全新的世界 但是与此同时 那些想继续探索下去的人们又都看到 气功这条似乎可以延伸下去 令人进入一个全新领域的路 却偏偏偏偏在去兵健身这个层次就戛然而止了 留给人们的依然是对生命和宇宙的无限困惑 中国东北吉林省长春市有一个胜利公园 它和中国各地的其他公园一样 每天早晨都有晨练和练气功的人 人们在练完功之后喜欢聚在一起闲聊练气功的体会 1992年5月的一天 一位年轻人加入了这群气功爱好者的交谈 在谈话中大家立刻发现 这位年轻人所演示的功法和讲出的理论 和他们习练的所有功法都不同 人们觉得他讲得太好了 于是都提出来跟他学习 这位年轻人就是李洪志先生 他所讲授的就是后来大家熟知的法轮大法 当时许多不认识的人 由此成了他讲法传功的第一批学员 1992年5月13号 第一期法轮功学习班在长春第五中学举行 开班不久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 一位患有严重腰椎肩盘突出的病人 被家人用担架抬进了学习班 老师说你叫人把你抬抬上来吧 这时候我的孩子和我的家人就来了 把我抬到抬上去了 抬到抬上去以后 老师说你能不能配合我呀 我说能 老师我就好像就在那一刹间 不到三秒钟的时候 老师就说你坐起来吧 我果然我就坐起来了 老师说你下地吧 当时我就想我都不能养着躺的人 我能坐起来吗 我真的就坐起来了 叫我下地我就下地了 下地以后老师说你走吧 你已经好了 我就在台上走了一圈 在这之后不久 北京的叶浩夫妇偶然去参加了一场 临时安排的气功讲座 那么上午那个礼拜天呢 就告诉大家 下午还有一个气功室介绍 我们临时安排的 你们愿意来的来 那我当然去了 对吧 我去一听呢 一听这个两个小时的介绍以后 我就觉得哎呀 这个功法太好了 这个功法太高了 那那个时候他都不去了 结果我说我们赶快去报这个班的名 赶快去参加这个班 叶浩夫妇听到的就是刚刚传出不久的法轮功 法轮功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 在长春成功举办了两期学习班后 决定到北京传法 法轮功在中国大陆的传播就这样起步了 当人们还在以看看又出了一个什么气功师的心态 来参加法轮功学习班的时候 李洪志先生开宗明义 讲了这样一段话 也就是说呢 他们所传授的东西啊 都是确定健身那一藏刺中的东西 这一点呢是肯定的 因为我是中国气功科研会的这个直属气功师 整个全国的气功形势我也知道 这个往高藏刺中传工啊 只有我一个人在做 目前全国啊 只有我一个人在做 这个因为牵扯到很高的问题 牵扯的面也很广 牵扯的历史渊源也很大 所以这个不是脑袋一热就想做 你真的做得来的事情 同时他还讲到 我也不搞治病 也不搞这个像其他气功师啊 搞什么这个表演啊 搞什么给你点什么信息啊 等等啊 做的一些事情 我不做 我就是往高藏刺上带人 穿工穿法 李洪志先生更明确地讲出了 埋藏在气功这个名词下面的真相 那么既然他有这么久远的 这个年代的历史呢 他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 有这么长时间了 为什么会流传这么长时间 他是干什么的呢 这里边我可以告诉大家 我们是属于佛家气功 那么佛家气功 最终的目的是干什么呢 修佛 所以我这个就是解释 就是为什么脑袋 脑袋的时候脑袋的时候 脑袋的时候高啊 讲话好就这样 他不大 佛也绝对不会去学 因为我们那时候 你看这么艰难走过来以后 那你说这有一万个疑问 几十万个疑问吗 我们在所受的科学教育是这个 这头是另外空间 另外生命 逆弹的规律 我们每个星期都要问过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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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一定要找出来 我才会找的 所以那不知道这几年当中 走过多少个疑问 你看 我1978年以后开始 就是我们就在研究气功 一直到了90年 12年 我才开始真正学气功 所以后来这样的技术 就碰到李老师 那时候就都懂了 就所有的疑问一下 就都解决了 法轮大法自1992年 在中国大陆传出 1994年年底 李洪志先生正式结束 在中国大陆传法 在这期间 李先生亲自开办了 54期学习班 亲耳听到李先生讲法的 一共只有2万多人 但是 从1995年到1999年 短短4年间 据中国官方统计 练功人数就从几十万 增加到了7000万至1亿人 在这个过程中 法轮大法传到了 中国社会的所有阶层 从不识字的农村妇女 到专家教授 高级知识分子 可以说 有多少人修炼 就有多少种遇到和认识法轮功的方式 因为我是91年到北京 清华大学读博士 后来在95年的时候 清华正好在那个小树林 当时就是那个小树林 开始义务教工 我看到一个小广告 说法轮功 我说这又是一种功法 我可以去试试吧 我第二天就去 又买了本转法轮 那时候转法轮已经出来了 结果再看转法轮就不一样了 我是从早晨 大概早晨开始 上午 一直看到晚上天黑了 我都不知道开灯 因为你一进去了 因为看完 看完一节就想看下一节 看完一节就想知道 后面还讲什么了 看完了以后 就觉得完全就是 整个世界观都改变了 就是以前很困惑的一些事情 在那个时刻 硬的好像是全部解决了 那个时候就感觉 这真是我需要的东西 优优独播剧场 我娘嫂 我的妈家的嫂子 得过轻微的脑血算病 不能行走 练了法轮功 不到两个月 都能下地做饭了 所以我儿子 妈 你快去看看 大舅妈 现在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我一听说 立即就去了 一看他学那个功 我看一抱着 我说我们门口都有练这个功的 所以回了家 我就练这个功了 所以从此就走上修炼的路了 练了 反正那不长时间吧 一个月 两个月 我就觉得这个功太神奇 从来没觉得 真正尝到了 没有病那种自然 我又觉得 反挥着年轻人的时代了 回神飘起 腿走路真正生风 头疼感冒 什么也烫不上了 那个当时可能看了几个季节 那一晚上吧 就一口气我都看完了 看完了以后 对这个书我当时感觉最深的一个感觉 最深的一个影响就是 这书不是人写的 结果看完转 完了当天 躺在枕头上 就什么也没想就睡着了 我还不知道呢 因为我觉得可能是一天看出 看了一天累了 第二天觉得很精神 等着再一天 哎 还是这样 我就感觉很奇怪了 我十年 十年的失眠 你真的什么痛苦 结果就看了一遍转房了 还没练动作呢 就完全好 我当时看的这本书呢 叫《中国法轮功卷》 这本书当时看的 就觉得看完了以后 就好像它是N维的 不知道有多少维 你看着一个线索吧 再看下去 就发现又有一层逻辑 再看下去又有一层逻辑 层层层层的 就好像无穷无尽的 反正呢 看起来是好像 咱一看很浅显 一懂的一本书 但是看完了以后 好像就一点都没看懂 又好像懂了 又好像一点没懂 所以就感觉 非常的激奇 这种一件事情 感谢观看 法轮功当年 在中国大陆 红传的盛况 甚至也传到了 西方人士的耳朵里 1994年7月2号到9号 李洪志先生 在大连开办 第二期法轮功学习班 7月5号这一天 他的面前突然出现了 两位风尘仆仆的远客 我们专门来到 大连与他见面 我们在那里 第一次见面了 当时有很多人在他周围 他就说 能不能找个安静的地方说话 所以后来就单独跟他在一起 还有一位翻译 我们相互认识了 Benjamal Vito先生的儿子有运动残障 为了抑制他的病 Benjamal Vito找了各种方法 但都是收效甚微 最后他发现了正在中国传播的法轮功 Benjamal Vito先生 请李洪志先生帮助他的儿子 李先生答应了 而接下来发生的事震惊了他 当时我带了一盘录像袋 但是他没有录像机可以播放 他想看看我的儿子是什么情况 所以我就给他看了我儿子的几张照片 他说 我们做一个试验 我现在要对您的儿子身体发工 我现在要集中精力做一些事 过了几分钟后 他马上就看到我儿子身体的右半村有问题 问我是不是这样 我回答是 而且他还有说话障碍 讲话不太流利 他说 我现在要远距离做一些事 我说 我有点怀疑 远距离能行吗 他跟我解释说 他发出的工就像电台的电波一样 在远处也不会有障碍 所以可以进行远距离调制 他做完了之后 让我给太太打个电话 看看他们那边感受到什么了 但是由于时差比较大 当时是早上十点 但是巴黎才凌晨四点 所以我说那边才凌晨四点 他说那就等一会儿再见面的时候再打 问问有没有发生了什么事 当我打电话给我太太时 问他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吗 他说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门夜四点的时候突然醒来了 他热得不行 热得不行 脸通红的 还变得能说了 我什么都没解释 我就明白了 这是李老师发工后 一个很强烈的反应 正当法轮功在中国大陆蓬勃发展的时候 从中科大毕业的思扬 已经来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 但是越是了解自然科学 他就越发现 自己一直找寻的人生和宇宙的意义 无法在科学中找到答案 在这种情况下 他做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决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缘际会 在寺院中戴发修行的思扬 最终没有替杜成僧 在他的师父缘继之后 他也决定离开寺院 但是这时的他心中有了一份强烈的期盼 当然在这期间 其实我也一直在等着一个人 因为我在寺院的时候 李老师父老和尚有传了一个预言 这个预言是隋朝一个不虚禅师传出来的 他这个预言 我知道的这一段就是讲这个清末 以后这一百来年 一百年左右的这个历史的一步步演变 那么讲到这一段 讲到就是说 现在这一段的时候 就讲到中国会出一个圣人 这个圣人会是以一个在家人的形象来传法 那么他的影响力将来是整个遍布世界了 这个预言里讲是叫 玄色齐观龙张齐福 四海欧歌音寿齐福 那么还讲了这个人是属兔的 他叫相将御兔见东升 那么实际我也一直在就是在等着这个人的出现 那将来就说如果出现以后一定要跟这个人修 1999年4月25号 中国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四二五法轮功学院大上访事件 远在美国的斯洋第一次听说了法轮功 这个新闻引起我注意主要是因为什么的 因为从我的角度看 因为已经有八九六四作为前科了 有哪一位哪一个人能够号召这么多人 或者感动这么多人来冒这么大的危险去上法 我觉得这个人肯定不简单 正好这会儿在海外我们科大校友 校友有一个电子邮件的一个名单 那么他们就有发有介绍法轮功的 所以有一个网站讲这个介绍法轮功的 那我就非常好奇 我说这个师傅肯定是有两下子 那么我去这个网站去一看那里有这个李洪志师傅的这个讲法 那我就开始听 那么我一听一开始很快就吸引我了 他讲的内容很快就吸引我了 我就主要有两方面对我震动很大 一方面的是就是说我以前研究的我觉得很深奥的东西 或者一般人不知道的东西 李洪志师傅就很轻而易举就讲出来了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我以前很多困惑的东西 觉得就好像没完全搞清楚 或者搞清楚一点点 这个师傅在里边讲使我豁然开朗 实际上我一听就听了一晚上 就一直听下去了 我后来基本上这一晚上就没睡觉 就基本上把他九天的讲法差不多都听完了 我记得我听完了第二天上班的时候 我还跟我太太讲 我说这个朝闻到夕可死 法轮功学员把这个接触法轮功 并开始修炼法轮功的过程叫做得法 一亿人得法 有一亿个得法的故事 很多时候看起来简单的事情 促成他的因缘也许并不简单 1999年5月23号 多伦多法轮大法新德交流会上 一名弟子向李洪志先生提问 说无法报答师傅将是弟子永生的遗憾 李先生当时讲了这样一段话 其实没有啥遗憾的 你们得的也不容易 你们知道的是现在偶然间好像别人告诉你 法得到了 那是埋藏在你心底的 就像那个垫的插头一样 一下子碰到了就通了垫了 可是有的人他这个插头已经被灰尘污泥盖得不起作用了 插上插头也不通电了 有很多人为了得法在历史上掉过头 在历史上也在修 而且修炼中也是吃了很多苦啊 这样的师徒相遇 不知道是怎样的一种缘分 也许在冥冥中 在漫长的历史中 徒弟在找师父 师父也在找徒弟 李洪志先生在1998年9月的瑞士讲法中 还讲过这样一段话 你们在座的每个人 在历史上你们没有来到人间之前 你们的心灵深处都埋下了今天要得法的种子 在人类社会当中 我多次找到你们 曾经给你们受寄过 这些东西都强烈的起着作用 法轮大法在中国大陆洪传 面对来自各个阶层 有着各种不同生活背景 持有不同想法的有缘人 李洪志先生对他们说了这样一句话 大家知道吗 我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啊 我把所有的学员都当做弟子来带 包括自学能真正修炼的人 这句话到底有多大的分量 很多人在得法初期是无从了解的 但是有一点所有真修的学员都知道 那就是一进门 师父就在管他 我们这里不讲治病 但是呢我告诉大家呀 我可以帮助大家净化身体 你只要是真正坐在这里来修炼 来学功的 专一来学法轮功的 你能放下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东西 那么我们就负责把你的身体给你净化下来 这段话被上亿的法轮功修炼者亲身见证 可以说每一个法轮功学员都有在大法修炼中去病的经历 而对于有些人 那些经历简直就是重生的过程 不到五十岁 然后四十七八岁就开始脑袋疼得厉害 天天脑袋疼 后来检查说我是脑萎缩 那个医院跟我女儿说 你呀你回去她愿意吃啥 你就给她准备 就给她买上 她愿意上哪儿玩 你让她上哪儿玩 心里高兴一点就好了 这个病啊 住院也很难治好 女儿听了这个吧就掉在那儿了 到公园后来有个姜姐告诉我 她练法轮功胃癌好 就是好多了 不那么疼了 我一听说我就想 我也练法轮功 后来呢就请了书 就练法轮功 练了能有三四天后 我就觉得我走入腿轻了 走比原来走得快了 我就很高兴 我就接着就练下去 我现在今年是七十五岁 我觉得比我四十七八岁那个时候 好得多 老尉说的状态根本就没有了 但是后来呢我这个修炼以后 都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 就开始这个 我觉得就好像就开始 就是说处理我这个偏头疼的问题 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呢 好像就是把一个东西从我脑子里往外拉 就先是我记得当时是从那个 右反边这个脑子往外拉 就感觉就把一个东西往外转 随着一点一点拽 但是拽的过程中呢 非常非常的 头非常非常的痛 好像每次大概都经历了两三个月 左边右边经历了两三个月 左边经历了两三个月 就把那个东西往外拽 拽到最后就感觉那个东西 但是那个东西呢 它好像还尽力的 它就拼命反抗 不想让它被拽出来 我就感觉一开始就 一开始没感觉 就是说整个往外转 最后呢就感觉它好像咬着我的头 拽拽拽拽拽拽的最后呢 好像就拽到我们一直 大概都就是拽到这个 就是说好像从这个部位 给拽出去的时候 就感觉它那个东西 就咬到我这儿这个 就是好像非常明显的感觉 一张嘴咬到这儿 咬到我的那几天呢 不是头疼 就是这个脸皮这儿咬得疼 最后呢给它拽出去 好像就没事了 我觉得1990年 十月份的时候 我刚才是 到了个大病 这个胃齿血 却到说到 数字数只有6.7 能像死人一样 那是我在院里的 我们同事来看我 就跟我说 法兰公司要到广州来办办 你穿不穿假 我说我穿假 所以他们给我报名 我还记得 我们单位开了个车 送去 几十个人去 我上车下车 进了会场 都要同事扶着我 因为我走路不稳 持续这么长时间 但是我记得 我在那个班上 听完两天扣以后 第三天我就不用他们扶了 我自己就走得很快了 现在练法轮功的群众 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就对 这个法轮功的练功群众 做了一项专项的调查研究 1998年 北京 武汉 大连地区 及广东省的医学界 对近三万五千名法轮功学员 所做的五次医学调查表明 修炼法轮功 去病健身的有效率 高达98%以上 其中痊愈及基本康复率 在70%以上 被调查者的心理和精神状况 也得到极大改善 李洪志先生在讲法中 有这样短短的一段 关于净化身体的论述 有一部分人 我跟大家讲 他事先声明 你可能会感觉到 头疼 脑袋疼 身体过去有病的地方 现在开始痛了 不舒服 恶心 晕 甚至于像全身虚脱了一样 像得大病 得了重感冒一样 什么样的状态 可能都会出现 不是每个人 什么样的状态都会出现 我说有的人 会出现这种状态 有的人可能会出现这种状态 是吧 有的人全身有病的人 就会出现全身发冷 有病 我昨天讲了 我们今天就是把你身体上的病罩 全部给你拿下来 这段朴实的大白话 寥寥数语 一律而过 一般人也许不会太注意 但是对于在修炼领域 有过实践的人 会多少了解 这几句话意味着什么 在佛家的讲法里 这个善恶有报 是一种规律 它是一种定律 就是说你有恶业 它一定会遭果报 你做了善 你积了善德 善业 那么它一定会有好报 这个业 如果你病被治好了 这个业不是你受 那就是治病 给你治病的人受 以前我跟的一个师傅 就是这样 我都知道这样 就是说当他带一些徒弟 多一点 稍微多一点的时候 他自己都受不了 他都会 他都会那个 他自己甚至有的就走了 你看修炼法轮功里 当时实际上 我一个震惊的地方 也是在这 因为师傅是普渡 那就意味着 师傅为 他众多成千上万的弟子 消去了业 那意思 也就等于是说 师傅替他承受 这么大范围的 这么快能消掉的话 这个实际上就意味着 师傅承受了非常巨大的业 为啥我心里 全心无力 生生世世 调业之名 不悲事 尊尊未先进 尝开大门 帮我回归 帮我回归 帮我大发 叫我修炼 帮我强烧 帮我强烧 奔走还给我 帮我强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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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 净化身体 仅仅是法轮功修炼的最初阶段 李洪志先生在讲法中 道明了掌功和修炼的实质 修炼上不来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 就是不知道高层次中的法 不能够往高层次中修炼 第二个就是不知道 注重新性的修炼 升不上来 如果说去病的经历 是学员们知道自己已经走上了修炼之路的话 那么李洪志先生的这段话 则是所有真修弟子 每时每刻亲身体验的 大法修炼的真实过程 为何能够走上来 继续重新帖 中文字幕传统 中文字幕传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